哈喽大家好,我是笨笨 随着魅族17 Pro的发售 如今上半年的安卓旗舰手机 各家都已经亮相了 尽管这些产品每一个都非常强悍 也很有特点 但是因为它们堆料非常猛 所以重量都不轻 虽然有些厂商为了照顾预算没那么多的用户 或者小评爱好者 也推出了次旗舰产品 不过奈何这些产品 要么还是太大太重 要么太贵 要么配置阉割的比较厉害 这对于小评情有独钟的我 不免有点失望啊 难道就没有一款小评安卓旗舰 像iPhone11 Pro那样水桶吗 直到我购买了一加八 说实话我真的很后悔 没有第一时间购买它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 我发现它真的是一台被低估的小评旗舰手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设计上一加八貌似就是一加八Pro的缩小版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缩小 没有了大哥的堆料压力 一加八机身比例上会比一加八Pro协调很多 正面看过去没那么修长 另外屏幕胡边一加八也要平缓一些 曲率不像大哥那么大 而是微微弯曲的那种 所以屏幕边缘看过去不会有变色的问题 然后是手感 一加八的持货手感真的可以用刘作虎的那句名言来形容 180克的重量配合72.9毫米的宽度 8毫米的厚度 以及圆嫩的机身 握在手上非常舒服 再加上整机不像八Pro那么长 摄像头模组又没有那么多 重心更加靠下 拿在手上也感觉特别稳 即使是单手操作 大部分交互之下 我都能油嫩有余 所以如果让我给这台手机的手感打分的话 十分是满分 我觉得打九分也不为果 另外一加八摄像头的凸起 也不像大哥那么严重 看起来更加协调 平放在桌面上的时候 上半部分不会那么呛 大概是担心一加八这么优秀的一台手机 会被大哥一加八Pro的光芒所掩盖 所以为了让它增加一点光芒 配色上一加八 还有一个银翼色 这个配色说实话非常漂亮 不同光线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某些时候看着像蓝色 某些时候看着又像粉红色 所以这个颜色不挑性别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考虑 最近两年旗舰手机在摄像头数量上 呈现出了一种你追我感的局面 从一颗变成了两颗 两颗变成了三颗 三颗变成了四颗 仿佛谁摄像头多就谁厉害 不过也正是因为摄像头数量越来越多 所以手机在背面设计上就不得不为这些镜头提供一个小平台来容纳 于是便有了如此多左上矩针的设计 一加八系列是目前为数不多的 在背面设计上依然追求对称平衡感的产品 不过遗憾的一点是 一加8 Pro也因为摄像头和充染器比较多 所以还是在居中的三颗摄像头旁边放置了一颗800万像素的能像镜头 一个LED闪光灯以及部分充染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一加原本想保持的平衡设计 所以有很多次我拿着一加8 Pro都会情不自禁用手指遮住这些多出来的元素来意想一台完全对称的一加8 Pro 直到今天我用上了一加8之后 我终于可以不再意想了 一加8可以说是一加设计时最没有妥协的产品 丢掉了部分摄像头包袱后 这台手机背面完全做到了对称 可以说比8 Pro还要好看 一加8搭载了一块6.55英寸 1080p分辨率 90Hz刷新率的三星AMOLED屏幕 同样获得了DisplayMate A加的评级 同样支持4096级别的亮度调整 显示效果也同样非常棒 虽然因为定位次旗舰的缘故 它的分辨率不如大格那么高 但甚至尺寸小一些 所以细腻度还是够用的 大部分视距下不会觉得有颗粒感 90Hz的刷新率也很流畅 实际使用下来并不会觉得比120Hz差太多 主要还是因为一加8屏幕小一些 分辨率也低一些 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屏幕没有那么大的手机 其实我们不必苛求120Hz刷新率 当然遗憾的地方也有 一加8的屏幕没有原材显示 也没有M1 MC插针技术 所以屏幕吸引力不像大哥那么强 不过话说回来 相比大哥一加8 Pro虽然弱一些 但对比竞品的话 这块屏幕依然非常具有竞争力 毕竟2K加的分辨率 120Hz刷新率的AMOLED屏幕 掐着指头鼠整个手机行业 也就三个品牌在使用 既然是一台小屏旗舰 那么硬件性能一加8自能也对得起旗舰的称号 骁龙865处理器 Ozuna 650图形芯片 X55基带 LPDDR6 4通道内存 UFS 3.0双通道闪存 除了内存不是LPDDR5 其他参数几乎保持和一加8 Pro一致 再结合一加8相对较低的屏幕分辨率 这又使得它拥有了比大哥更强的游戏性能 因为大哥要驱动的是一块2K加分辨率的屏幕 而一加8只需要驱动一块1080P分辨率的屏幕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台手机的服役能力不会比大哥差 一加8虽然机身小 电池容量却并不小 为4300毫安时 仅仅比大哥少了210毫安时 再加上没有了大哥2K加分辨率 120Hz刷新率的压力 实际续航表现让我颇为意外 经过我这几天的使用发现 按照我每天4个半小时的亮屏时间来算 它几乎可以撑个一天半 这个表现已经明显好于一加8 Pro了 所以那些对一加8有续航顾虑的同学大可放心 这个手机的续航完全不像它的生版那样单薄 充电方面我个人觉得30W的快充也够用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无线充电 如果这款手机有无线充电的话 我一定会更加爱不失手 电池容量比较大 那是不是说明这台手机珍贵的内部空间 都给了电池了呢 答案并不是 因为一加8无论是线性马达 还是双立体声扬声器都没有阉割 先说说一加8的线性马达 它的反馈在感觉上有点像一加8的系统动画 是那种比较急促干脆的反馈 有点像手指敲玻璃的那种感觉 而iPhone的振动会显得比较缓和一些 声音也会更加闷一些 更像是敲木头 大家可以听一下 双扬声器的效果也还不错 平衡感控制的也还可以 你需要比较认真留意 才会觉得听筒的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最后说说摄像头 相较于一加8 Pro 一加8的摄像头配置上确实要低一些 但是我觉得也还够用 主色是一颗4300万像素的索尼IMX586 也就是去年有很多旗舰手机用的那颗主色 有OIS光学防抖 这个价位端算是比较难得了 广角是一颗1600万像素的索尼IMX481 这两颗镜头的成像素质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的 色彩和锐度表现可圈可点 这几天的使用唯一让我觉得不爽的就是主色 偶尔会出现白平衡飘移 希望后期固件能够改善一下 一加8的这三颗镜头比较弱的是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 成像质量确实不高 有点抽速的感觉 一加8是一台非常非常棒的小屏极舰手机 它丢掉了大哥的各种硬件包袱后 在外观设计上 在机身重量上 在电池续航上都做得更好了 虽然相比大哥来说 它有些方面还是弱一些 但是我觉得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更何况你也因此换来了绝佳的手感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们在追求手机更强更快更猛的路上 是不是也因此丢失了一些原有的本真呢 还记得承接那个小小的手机吗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讨论什么单手操作 也不会有一天一冲的烦恼 更没有动辄四两或者半斤的重量 那个时候的手机握起来是真的舒服 A加8可以说让我又找回了当年的那些感觉 小巧续航好重量轻 拿在手上不坠手 放在口袋不累坠 这才是小屏手机应该有的样子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算论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